选前倒数阶段每一位候选人都加大马力吹票 而为了缓和这样子紧张的气氛 有地方明代是举办免费的亲子剧场 邀请台中在地剧团演出日本著名的民间故事 赤鬼与青鬼 这现场还有造型气球发送 部场家长是带着小朋友来参加 场面是非常热闹 来123我是谁 满头红发的赤鬼一线声 立刻把人类吓得落荒而逃 在演员们的带领下 小朋友开心的跟着手舞主导 场面相当热闹 亲乖与刺乖 开心 快想跟人类当朋友 开心 没有看到大楼的宣传单 所以想带小朋友来这边看一下 平常要看这种剧场 都要到囤区欲文中心 付费才会看得到 今天就在家里附近 然后就是一人免费让我们小朋友来看剧 真的很好超开心的 你们大家一起来这里 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这边玩 为了缓和选举紧张的气氛 有地方明代就举办免费的亲子剧场 邀请台中在地剧团演出 日本著名的民间故事赤鬼和青鬼 所以中场特别选在南区中明南路绿园道 也为选举增添不少欢乐气氛 选到现在大家的心情都很紧绷 我来缓和一些选民的心情 让家长带小朋友来看剧场 让选举多一点欢乐 那因为我们长荣里本身绿地很少 所以就有这个机会呢 希望家长能够带小朋友来这里 一起共同享乐亲子游戏 然后一起享用这边的这个绿地原地 让这个生活能够更多彩多姿 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表演 活动吸引超过上百位民众参加 在欢乐的笑声当中 也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不到